围棋女神黑佳佳年仅24岁,6岁开始学棋,14岁成为职业棋士,现在是台湾棋院段数最高,职业期待的棋士,她的人生几乎被围棋填满,每年的世界各地比赛,最高纪录一年比了11场赛,下了40几排棋,不仅和家人先少时间相处,更没时间谈恋爱,虽然长相甜美又有气质, 至今仍是母胎单身,没尝过恋爱的自外,黑佳佳今年24岁,至今母胎单身 图记者张宜中盛,黑佳佳国2018年就出国20次,几乎大半年都在海外比赛,爸爸平常都在美国工作,一年只能见面两次,不过爸爸去年退休后,一家人到欧洲旅游了四个多月增进感情, 自此虽住在台湾,但平常姐妹俩分开住,加上,黑佳佳常在外地比赛,相处时间也不多,和家人相处时间少, 这是24岁青春年华之际,被称为女神的黑佳佳却从未谈或恋爱,她苦笑说,没机会能认识新对象,其他国家的骑手几乎从小就认识,加上要符合她的外貌标准,兴趣相逃, 眼下之意是,目前遇到的都看不上眼,乱起理想型条件,她笑了笑说,脾气好,幽默体贴,身高长相不是最主要条件, 聊得来最重要,想照个像爸爸一样的好男人,她也以前认为不需要恋爱,我很独立,不需要别人陪我, 但这几年不断被问和时交男友,连爸爸都问了,好像可以认真想一想。 黑佳佳生活几乎被围棋塞满,突击着张玉中社,当同才们下课后到处玩耍,黑佳佳一直在下棋,接受训练及比赛。 因为围棋,她牺牲了自己不少生活,过小时,老师不赞同让她学棋,告诉她职业其实很辛苦,但因为她喜欢下棋,所以坚持要走这条路。 下棋时胜负欲望胜,八岁那年,小课时间在教室里和同学下棋,面看她即将输了这场比赛,忍不住眼泪亏低,那是我第一次输这么惨。 去年冰胜杯比赛,黑佳佳的四强赛遇上韩国第一名棋手,一直以来总落败给同一位,这次比赛结束后,黑佳佳落泪了。 隔天传讯给经纪人说,输了,就不用比了,歌姓相当好胜。 就连感冒生重病,连续三,四天肠胃炎,她依然暴定胜场,任何比赛都不想放弃,但我学着当做在棋盘面前,就不想胜负这件事了,全力以赴就好。 黑佳佳号胜心强烈,图记者即相如设,黑佳佳学习把胜负欲放下,主要来自妈妈从小挂束的观念,她很怕我在胜负欲很痛苦,所以,常常给我心理建设。 妈妈是国小老师,发现黑佳佳喜欢下棋,鼓励也严格督促,曾经告诉她,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就能怎样,没实力就只是花瓶。 妈妈总不断强调,不能因为长相优势占然便宜,但是还是得靠自己努力,小时候,妈妈让她学体操,游泳,告诉她不只有,外表,更要有内涵。 即使妈妈四年前或是离开了,她的真真教会,依然永存在黑佳佳心中,没。